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我是Elly,繼續跟大家玩機箭T 經過一輪努力就去到26話 一開始我們都說了,這次機箭T我們就不會全部話數拍出來 這一集有點特別,就是因為我們的主角機上一話就被人打爆了,應該就會有一部新機 而且我們有一個拉尾,大家應該都覺得他有些古怪,有些秘密,而且他跟他爸爸基本上不像樣子,擺明就不是兩父女 這集我們順便看看他的秘密 而且我們看看Tag管理,我們買了什麼 當一個小小的總結,到這裡20話玩成怎樣 第一個我就用了TagPont增益 基本上TagPont我們就不可以用幸運增加,所以我就不會加Cost Cost就是錢,錢我們可以用幸運,我們可以控制到 TagPont有得加,盡量加進去 Grade 2就是氣力激發 其實因為我不想選擇SP和維修激發,就選了那個氣力 第三階段就是Cost輔助 我覺得傷害輔助很麻煩,因為血魂都是SP降低15% 另外感應預見也不需要用這麼多次,所以我們就加進去幸運或者祝福那裡 第四階段就是EXC出眾 非常活躍,當我們機體到EXC3的話就會額外加Lock3,即一下爆到6 就可以走很多步去打人 甚至武藍就可以增加我們其他機體,譬如說走多步也可以,加EXC也可以,加氣力也可以 Grade 5其實我還未判斷是近戰多還是槍戰多 超級是機體,近戰多,但反而女角的機體就槍 那不要爭了,一人一半,每邊加100 第六階段我打算存到4800,就會加上EXC價錢,一開球又會加到1 機體改造其實就... 大部份都改造攻擊力,RANK10 激聚數方面就很恐怖,我們女主角就打了95格 勇者王76格 屎派克這隻牛仔75格 當王72 凡安66 最早出來的鐵也就是定邦,這裡寫就62了 我們另外就一個新參戰機體 黑洛克船長就61 甲2就60 好,我們正式開始這一環了 中間二十多環又拍一集給大家看,等到我們接下來有機會直播的話 各位觀眾都可以了解少少裡面的劇情 好,開始了,拉尾我們來吧 現在我們去到我們公司的醫院,都很漂亮,是頭等房間來的 話說上話,我們主角的機器就被人打爆了 幸好還沒死,但我們女的英仔看來不見了 這麼快出院?這麼薄?要上班是不是? 病假都不請了 證明找食假,昨天出院了,機器都爆了,人就沒事了 因為特務生火可能要解散,自暴自棄,會不會真的這樣呢? 拉尾也不見了 因為其實女角和拉尾是同一時間坐在機上一起戰鬥,所以他們培養了很好的感情 我們公司就是大企業,外圍很漂亮 看來輕傷,隔了一說已經可以走 拉尾想辭職,不如多捱一會吧 機戰天未完結 出雙人再離開 但機器被人打爆了,是不是擔心要賠錢呢? 兩位傷心的OL去到海邊 有沒有帥仔看? 最慘就是沒有穿衣服的泳衣,不知道去海邊做什麼 旅角都辭職,不用打了,是Game Over 一年前來這裡,已經轉了14份工 旅角都喜歡這間公司,但就不喜歡開機體,應該不喜歡打仗 覺得很恐怖 不是,你開得很好,你全對 你說自己恐怖,但你打得最多的激聚數 所以說這次機戰的故事很有趣,它會混入了一些現實打工的心態 大家看到Line Over剛才所說 打工,未必每個人都這麼喜歡那份工作 當然如果真的找到有興趣的工作就最好 看一看,本來沙漠就打算在VTX裡面做零食生意 上班未過試用期,做了一個測試,就叫他做駕駛員 那時候就化了兩個小時的妝 黃之華所說,化了這麼久的妝都叫做喬裝 開始叫做了,穿了新的高跟鞋 打算認識一些上司,有錢的 誰知道女角是天才,穿得這麼漂亮 為什麼是稱讚天才,不是稱讚美女呢 在這個肌肉仙桶又差不多雲的狀態下,駕駛這個機械人 駕駛我們女角美女,但我覺得其實畫得不算超美 很普通的平凡 這個女角的設定 做了這份工作差不多一半,第20幾話 開始有點抱怨 本來打算26歲結婚 但是還未認識到上司,只顧著打仗 而一個上司還是一個老娘,還有一個女兒 有沒有男朋友呢?我們的女角 還沒有,你看他的眼神多彈匿 那機箭T的男角可以嗎?雖然是駕駛部門總算有上進心 有機會升上去 都是人一個,對新金都重視 原來獎金是對工作表現的肯定 但是機器爆了,怎麼辦呢? 我們主角單刀直入,就問沙漠,不如你認出是外星人吧 一開始說很眼睛,就看到他藍色頭髮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 而且已經知道我們的課長其實根本沒有小朋友 這個拉美是怎樣的呢? 有個音效,美少女轉身變,變回藍色頭髮 真正的樣子,眼睛的瞳孔都不同了 是來自達布尼斯行星 這個女人怒敵,上集出來的就是對面的敵人 UND,UND其實是VTX的死隊頭公司 看看他的設定 UND的上級節目官,負責滑角地球人 即是想著高薪聘地球人去打工 但是駕駛員的技術都很一流,所以上集就擊敗了我們 就是他 喜歡地球人的生活方式,採用地球人的打扮 露迪就說,拉美是距離地球百萬光電行星的星體的人 看來開始派卡片 是不是想知道我們想辭職,就叫我們去打工 如果是也挺搞笑的,如果機戰的劇情發展成這樣 如果真的這樣,我其實很欣賞 想快點拿到寶物是什麼呢 拉美說不會給你 拉美的寶物就是跨克驅動裝置是什麼呢 看來是高科技電子零件 拉美就覺得地球已經是第二孤鄉了,要守護地球 露迪都拍了獎 阿閃也都... 他幹嘛3號再聊天? 是不是真的想著過去interview 暴君旋風的上集被人打爆 可能將來都沒得見 祝大家身體健康 不是請我們 搞的看下我們,我們的技術很好 梅利路都過來了 是不是看到我拉美 哎呀,糟糕了 偷聽了 TVB劇情,是不是 大家看到無線都習慣了 這麼多人偷聽 課長是不是外星人 應該不是 沒有血緣 都算好 最初我多怕課長是帶綠母 其實不是 但是怎麼會成為課長的女兒呢 這是一個戰爭的地方 他故鄉 沒有家人 沒有家人 飛到地球 拿了這個夸克驅動裝置 滅亡了 他故鄉 不是吧 他爸爸發明了這件事也救不到 就打算拿這個裝置來 是不是打算可以用來 重整我們的機梯呢 今集 這個裝置很早就塞進去 所以這麼厲害 把這個這麼厲害的裝置 就給VTX的企業 發大財 內心就希望不要用到他 但無論如何都要用 這部機梯爆了 我們是不是辭職呢 還是打算 觀察多一會 現在不是,繼續混合 現在不是,繼續混合 很肯定 我們是不是收到封 我們機器有其他部門在維修 公司和我們的幸福 這一關是 已經不可以出女主角的機器了 又在公司的門口打仗 UNE那邊是否知道我們的主角機爆了 繼續打我們 這班就是我們的敵人 另一間公司的機體 對面很大 對面 兩家機師 嘔斗 好像黑社會師 那樣 就可以看 對面的公司 已經有很多新的機器 加入了 有機會也試了招式給大家看看 中間沒有拍片 看一看,過關前要獲得12萬資金,就是SR點,很有趣 第二話一開始給大家看看,其實我們一出甲兒的EXC已經到達6 很誇張 因為本來他的王牌獎勵一開始就加3 加完3,另外我們剛才解釋過一開始就解釋了,如果我們去到3就有額外加3,一開始就變了6 新參戰機體看看我們 最厲害的招 8千多這麼高功 這部拓萊達G7其實我不太熟悉那部故事 不知道你們是否熟悉 今天我們要乘的G7 好,這裡是SR, 3枚的封鎖 3枚的封鎖 4枚的封鎖 5枚的封鎖 4枚的封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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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Gun Buster 其實我都蠻喜歡 因為我喜歡打機戰F,我覺得他很厲害 一隻全雷打,打爆了 樂園放了安傑拉也是新的,這招是他們最厲害的招 這招是他們的招待,打敗,射程圈內 炎彩虹,導射,板動補正,セットアップ オートマチックスマートファイヤー これで終わり 以上、査定が下がるのは我慢ならん そのサイズで向かってくるか 嘩,糟了 第三話,敵方戰艦有新動作 因為今天我們要賺十多萬才可以有SR點 多一點 走到這麼近 大家都認識他,因為他真的是對面的HR 人士部 見功都是要見他 對面的 不打我們的機體,打我們的基地 聰明 不要再打了,沒有糧出的了 看來呂角在這裡 要逃爛,快點不要被壓力壓扁 要逃爛 這麼有信心,原來不會倒 我們的組長 每個人都笑嘴巴 秘密武器 遲了,不好意思,快點拿出來 秘密武器 等了很久 我不覺得有什麼化妝 這樣也叫化妝 拉微變成啡色頭髮,不是藍色的 好了,一起來守護地球 神經病,打技都不難 不如把建築物的裝甲放在我們的機體上 這麼厲害 把所有部門都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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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機 有個想送死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這個名字 當然是爆船陀螺 這個名字是爆船巴王 不是爆,爆船巴王 不是爆,爆船巴王 不可能 好處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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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不遺餘力,我打個小炸彈 所有飛彈飛過去,拿到你命的三千,打爆了 暴船包王 這麼厲害,前幾天爆了,現在就升級,其實是不是一早弄定 臨時臨急弄出來這麼快,比砌模型快 損壞了暴君旋風的PASS,換上新組件就可以了 看來我們的拉尾終於清醒了 戰鬥,勞力,最好你不要走 好,留在這裡給我打 看來是,貿易留在這裡 試作機的暴君旋風的強化發展型 這麼簡單已經大幅提升 搞什麼,當日還沒打爆之前就幫人升級,幾天而已 那就不用被人打爆這麼久 好了,有個厲害,不要太多了 氣力150 魔法騎士的光,之前也沒拍過影片 不如又看看 鮮紅閃電 好,可以用行運了 壓外行動,多重行動 其實應該還沒打得完 不要緊 照用吧 扣8000多 我避開了嗎?這麼穿嗎? 賺了32000 升上了 拿了青銅紛章 我們又多重行動 繼續跟Buster,最厲害的招呼是閃電踢 打到對面的HR Manager 最後一機的招呼 再次 封鎖 投票 有用 強化合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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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 雷雷 能力的攻擊 能力的可否 能力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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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的活動 要求你 能力的 能力的 我看過機箭V的時候 真3-1一定要看看 雖然以往都看過,好像機箭V的時候 雖然還不如先駕出 雖然隆盟 雖然離開 俺とゲッターに空中戦を挑むつもりかよ アヤト 武蔵 分かってるだろうな さあ オペン ジェンジゲッター キュー 降りる アニキャーン KANGE GATTER 1 有了 加法輪俠,這招一起攻擊 這部機器也有一個合體技 就和飛機一起打 又挖角,國替的社長 這部機器也在上 明天我會殺你 看見你了 哇,弄了這麼多的三千多 其實這個陸敵打爆應該就會完結,其他敵機就會走路 正常我玩機戰玩法就一定要先打敵機 但這次我就先看劇情 之後再慢慢計算,打過全部 容易照Mega破壞強擊炮T 真是他被施設延長用意 染者不要外置 少し減少 完成了,更多一本手冊 還有HELLO 他只是撤退,還沒死 所以大家打這關,最好要計好所有東西 才打最終的女人 要慶功,誰請了 我們女國會不會拿獎金出來給大家 打工族,這麼辛苦上班,下班應該是吃頓好的 拉米打算向大家宣佈他的真正身份 回去會不會被人炒 沒事沒事,還有機會 不是,他說怕自己都會入錯公司 反而會不會又過來我們VTX打工 反而是藍色頭髮 是藍色頭髮 其實是養女 因為天琦和太太一直都不能生寶寶 剛巧拉米打算來,就修養他 為什麼要變成啡色呢?有藍色的看法 咖啡色不是地球風格,你看看 剛巧拉米打算是藍色頭髮 雖然不喜歡,但都要戰鬥 要維護世界和平 是不是 很有責任感 激聚王,真的最多的機體都被他打爆了 男主角想介紹一些有錢人是不是 還是不要介紹你自己 女角,你看看他樣子很棒 很想去約會 好,我們這間公司繼續在溫暖 還沒有倒閉 還要升職,很棒 看看這麼大件事 慶功宴很開心 吃了很多東西,有一點點肥,要做運動 最佳這個機械臂 蛤? 他喜歡誰 是誰 3號想把男主角把男主角塞給拉美 好,這樣就完成這次劇情了 機靜點我都會考慮一下會不會林美的幾話直播一下 我也會打算打去葉劇情 如果關卡有4話,有沒有機會直播完4集呢 大家可能會想不想要4晚 還是直播最後一晚一晚就完結了呢 大家給我一個意見看看 雖然中間有很多話數就沒有打出來 但其實我想我口說都可以 因為劇情都很簡單直接移民 今集到這裡,我努力一點再玩 中間如果有些特別劇情再拍過 下次見,謝謝,拜拜